來 這裡喔 要求這塊斜線面積 可以用多少來表示 題目並沒有叫我去算數答案 它只要叫表示出來就好了 那你看一下 這塊面積 你看一下 基本上 還可以從0 7到9 7到這個1 有嗎 所以說這塊面積怎麼算 還可以從0到幾之間 1之間 行不行 這圖形 上面 是這條斜線Y等1 底下是這塊抄五線 有嗎 行不行 行好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圖形的地方 上 下 左 右 都倒照 行不行 所以說注意聽 所以說這塊面積總算 積分 從左 積到6 0到積1之間 行不行 把它抓起來積分 怎麼積分 把上面剪掉下面 因為盡量保持面積什麼 正好 上面Y自己 1 剪掉下面是一條跑五線 這跑五線自己 剪到2分之s 平方 加上s 加上2分之1 這樣行不行 對這整個式子來積分 這樣可不可以 麻煩你把劃減成 0到幾之間 1之間 把這裡面去括號 行不行 剪掉負的變幾 剩到2分之s 平方 剪掉x 剪掉2分之s 1-2分加7 2分之s 剪掉就好了 所以說喜好這邊 有沒有選項 有 對吧 所以答案選起 選豬是出來了 題目並沒有要我去算出來 他只是要我表示出來 是就好了 OK 麻煩把這邊看一下